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双灵活的小手 今天来聊聊艳太的打磨和开封 接下来的视频内容呢,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和方法 如有错漏之处或有不同意见的 还请不要说出来 对,就憋着,硬憋 刚好有一方新鲜出炉射眼 还需要再打磨开封一下 6寸元首,双边门子焰,梅子坑,烟壶梅 实质还不错,挺细润的,不燥 焰糖也比较干净,没啥瑕疵 有一两根不怎么明显的发丝细线 在使用方面,这种发丝细线是完全不影响 在老坑里面算是挺不错的 那首先,先来打磨一下 这里的打磨呢,主要还是出于我强迫症 其实帮我制焰的师傅已经打磨到800目了 但因为没请专门的打磨工做筋膜呢 所以多少会有些打磨不到位的地方 像这种造型线条上不需要修整 只是进一步细化打磨一下的情况 我主要用水沙纸 那把焰周身没有打磨到位 比如残留的磨痕之类的 都打磨干净就可以 我先用600目水沙纸 把包括焰糖、焰背、焰鞭这种地方都打磨一遍 线条角落位置可以把沙纸折出个角 或者用游舌角去打磨一下 那这里要注意线条轮角其实是很容易被磨掉的 那样的话就没有线条感了 会对焰台造型造成不肯定的损伤 所以不常打磨人并不是很建议去碰碰的地方 600目打磨过一遍之后换800目的再来一遍 手法一样 除了焰糖之外 其余部分打磨到800目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手感可以说已经很光滑了 当然斜的没事做也可以不断往高目处打 打磨到1万目抛光都行 那样手感肯定更好 我一般就只打磨到800目 毕竟也没那么多闲功夫 接下来就是焰糖开封环节 焰糖需要开封的情况一般有几种 一个是有些焰台制作完成之后呢 会封辣或者上游做一层保护 但那样的焰台是不下磨的 没法用 这种时候就得开封把辣或者油去掉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焰糖开封程度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同样也可以通过再次开封来调整焰糖粗细 再或者就是焰糖用久了 有划痕影响发磨了 或者磨的抛光了不下磨了 都可以通过重新开封 让焰台性能再次回到正常水平 刚才虽然用800目水砂纸已经搓过焰糖了 但是我还是用油石再搓了一遍 焰糖开封我一般都比较喜欢用油石 因为砂纸上面颗粒一旦没注意全给磨掉之后呢 那就是用砂纸皮再磨 会从打磨变成抛光 焰糖抛光了 那不就又得重新开封了吗 而好一点的油石呢 颗粒均匀 材质统一 非常适合打磨平整型的焰糖 油石唯一的缺点可能是硬度比较高 稍有不慎容易划伤焰糖 所以在有些使用手法上我会磨个斜口出来 并且呢把两个尖角给磨圆 这样呢就不太容易划伤焰糖 油石的使用手法呢没太多讲究 放平了大面积膜 斜角直推 竖着画圈圈都可以 焰糖都打磨到了 或者磨磨的区域都打磨到了 就可以换下一个磨属了 大多数情况一般都是从400或者600目开始 那具体看这个焰台的粗细程度 从低木数到高木数这样子去打磨 这里要注意的是木数要阶梯式的逐级升高 不要跳级 否则呢达不到开封效果 至于这样做的原因 哎你管他什么原因 反正不跳级肯定没错 那最后具体开封到多少木数 其实得根据焰台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求而定 写字呢一般800到1000目就够用了 画画可以适当再开高一点 木数高呢发磨可以相对更细一点 我个人一般都是开封到2000目 当然开到2000目已经算比较高的木数了 那这种情况焰台不能太差 锋芒太弱的话你开到1500目可能就 打滑不下木了 反之啊实质太粗太躁的 可能开上3000发磨还是不在地 那真正好的焰台哪怕是开封到3000目 依然还能有过得去的下磨性的 至少不会有很强的打滑的感觉 并且发磨还非常牛 当然这种级别焰台我暂时还买不起 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传说 OK来看看打磨开封完之后 这方焰虎梅门子焰 现在这个干的状态 焰糖依然还有油润感 可见实质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时候想让焰台看着更好看 观感更好的话呢 可以用手去盘一盘焰 或者脸上有有富裕用不完的 也可以操上去脸 只要你自己不嫌弃就行 那盘过之后焰台的颜色会更黑一些 不过这方梅子盘不盘区别不大 也就侧面部分会显得更加黑一些 开封完 试墨是必不可少的 这次试墨既然是拍视频呢 我就试个年代稍微老一丢丢的 来试一个民国时期的曹苏公 企业金兰 这是个油烟 不是后来曹苏公进入上海 墨厂时期的炭黑企业金兰 这是个没开过的全品 今天就给他干开了刷刷 但一般来说 如果对焰台性能心里没数的话 可以在每一阶墨树打磨完 就试一下墨感受一下 看看有没有达到自己的需要 那玩多了呢 基本上手心里就有数了 而且实质好的呢 也会更稳一点 基本就可以直接开到自己需要的墨树 其实试墨并不建议用没开过的墨 因为没开过的墨呢 都有墨皮 墨皮去掉之前下墨通常会比较慢 而且墨皮磨穿墨也不会太好用 并不太能体现焰台的真实下发水准 那我这是拍视频嘛 就没所谓了 说白了就是图一乐呵 这焰台下发什么水准 其实我本来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拿个没开过的名工墨来试墨呢 其实就是想磨开耍耍 扔盒子里几个月了 一直没想着磨开 那今天正好趁这机会就给磨了吧 这焰台和墨具体怎么样 我就不多比比了 反正都是我的 跟你们也没啥关系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试试发弹幕评论问问 虽然我也不一定看 看了也不一定就知道 知道也不一定有时间解答 但说不定有人知道呢 今天这方焰台的打磨开封 试末就到这儿 我是现天斋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